大家好,我是你的宝藏姐姐 今天这期节目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帮父母申请绿卡 还没有点赞关注宝藏姐姐的 记得点赞关注 目所周知呢,我爸是个老古董 来美国好几次他们都不愿意申请绿卡 我爸更是放话 就是死都要死在中国的土地上 所以好几次跟他们说办绿卡 他们都不愿意去办 那这一次为什么同意我给他们申请绿卡了呢 主要也是因为做这个白肋脏手术的医疗费用 把我爸给吓着了 那这一次因为各种阴差阳错的关系 没有买到保险 所以呢,回去以后做了一个白肋脏手术 花了人民币差不多将近一万七 再加上之前空堂住院等等 整个手术下来花了两三万块钱人民币 所以在中国没有保险 但是呢,就算你有那个城镇保险 它可能只能报到百分之五十 你还是要花将近一半的费用 那算起来就非常的昂贵 随着父母的年纪越大 那身上的病肯定会越来越多 所以这一次好说歹说 我爸终于同意了来美国申请绿卡 因为他们65岁来到美国申请绿卡以后 他们可以直接去申请红蓝白卡 那样的话呢,他可以得到免费的医疗 我爸之前呢,有个误解 他以为拿了美国绿卡以后就不能回中国了 或者必须要长期的待在美国 其实呢,美国的绿卡 用我们中国的话来说 其实就是一个赞助证 它就是让你合法居住在美国的一个 暂时居住的一个证明 就是一个合法证明而已 那你拿到这个绿卡以后呢 你也可以在中国去居住的 那按正常的绿卡规定来说 每一年你必须要有六个月以上居住在美国 你才,这个绿卡才有作用 但是呢,如果你超过你不在美国居住半年以上 那你在中国时间居住的长 你就需要办一个回美证 也是可以的 那每一个绿卡申请呢 都有各自的步骤和流程 那我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主要是帮父母申请绿卡的申请步骤和流程 首先呢,你就是要准备这些材料 那父母的材料呢,比较简单 父母的材料就是护照的首页 拍照,或者是把它复印出来 然后呢,就是父母的照片 那么二乘二就是那个正方形的 五十乘五十的那个照片 每个人两张,最后呢,就是需要四本公证书 那这个公证书呢,是要回到当地去公证处去进行公证 当然我不知道中国其他城市可不可以去做这样的出生公证 但是呢,我们是回到了我父母的出生地 就是四川眉山去做的这个公证 当时做这个公证书还有很多的乌龙 因为我父母都六十五岁了 他要去申请他的出生公证 那么就必须要提交父母的父母的死亡证明 可是呢,在二三十年代 那个时候没有死亡证明 那当时的公证书呢,就说了 那你有没有给父母立坟建碑 那么拍一个碑文也是可以的 可是那个时候也没有碑 所以呢,当时就给我们折腾了半天 最后呢,就让上这个街道办事处去开父母的死亡证明 那街道办事处也犯了 说从来也没有开过这种证明啊 还好,还好 这个最后街道办事处帮我们开了这个证明 你要想想,如果不开这个证明 我就大了卖了 这父母的公证书应该要怎么出具 所以这四份公证书的话呢 其实耗字不菲 我们四个人 这个往返四川的这个高铁的费用啊 再加上做公证 然后呢,在四川吃喝拉撒的费用 就好几大千就没有了 所以你要有图定 在当地的公证处能办到你的出生公证 那么你就省钱了 那这几份公证呢 一定是要在来美国之前呢 就把它准备好 不然的话呢 你就会折腾来折腾去 还得要浪费中美两地的这个机票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在国内把这四份公证书做好 带到美国 第一个,父亲和母亲分别的出生公证 第三个呢 就是父母的结婚公证 或者是他的已婚公证 如果有结婚证的话呢 当然是就做个结婚证公证 像我父母的那个结婚证 都是非常老的 就像那个大大的那种奖状一样 但是还好我父母保护的还比较好 所以还好有这张结婚证 那么最后呢 就是我的出生公证呢 就证明这两位是我的父母 那么所以这四份公证书呢 就在国内公证处把它做好 那来到美国的这个公证处呢 是不能做这个出生公证的 所以呢 这个必须是在国内的公证处 出具的才有效 那父母的材料呢 就是比较简单了 就这么简单的这几样东西 那么剩下来呢 就是我的材料了 就是我的申请人的这个材料 那你的材料呢 主要就是你要有 具备足够的经济水平 能负担他们二老 在美国的这个生活 你不能因为 他们俩来了以后呢 就给美国政府造成负担 就去这个领旧纪呀 等等这系列的这种吃美国的这种福利 所以呢 你是要完全具备有你的经济能力 那么你就要提供过去三年的税表 过去一定要三年的税表 因为美国移民局呢 有一个表就是你家庭有几个人 然后呢你赡养几个人 然后你申请两个人 那么你的报税的这个材料 一定是要在几万以上 你才可以申请父母的这个绿卡 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报税的这个金额 做到符合移民局的一个规定 那像我的话呢 只要我每一年报税的收入在四万五以上 我就可以申请我的父母了 那你说如果我的收入达不到四万五的话呢 我可以找一个朋友亲戚 或者任何不认识的人愿意来帮助我的 可以来帮我联合担保 担保什么呢 就担保我的父母来了美国以后 不会去吃美国的福利去领救济 这样 那么找一个联合担保人 来帮助我去担保我的父母 来拿到这个绿卡也是可以的 除了税表之外呢 就是每一年报税的 任何人给你开的W2啊 1099啊 这些都是要提交给移民局的 那么还有你的绿卡的证反面 或者你是公民的话提供你的公民纸 或者你结了婚提供你 还要提供你老公的绿卡的证反面 或者他的公民纸 那么还有你的 如果你结了婚的话 你还要提供你跟你老公的结婚证 啊 那如果你未婚的话 你就只需要提供你自己的身份证明材料 那就是你的driver license 你的驾照和删卡 然后还有给移民局每个人要准备两张支票 一张支票呢 是535块钱 一张支票呢 是1225块钱 这申请绿卡的费用是真的 真心很贵啊 之前给父母申请这个延期的这个旅游签证 延期的费用也很贵啊 也是五六百块钱 这申请绿卡 一个人就将近2000块美金啊 当你把所有的这些资料准备好以后呢 你就可以上移民局去官网去下载 申请绿卡的这个表格 你就去填表 那如果你的英文好的话 你可以自己填表 那你英文不好的话呢 你也可以请你的朋友帮你填表啊 那像保障姐姐呢 通常都认为专业的人来干专业的事 所以呢 我专门找专门帮人申请绿卡的工作人员 来帮我填写这个表 那么我请这样的人帮我填写一个这样的表 去帮我申请绿卡 要付他每个人800美金的费用 这算是比较便宜的 如果你找律师的话会更贵 他可能要收你个一两千块钱美金 好 那姐姐身边虽然也有英文很好的朋友 但是如果是你这个表填差了 虽然他英文很好 但是呢 他可能有些方面没有这个经验 他填错了 或者这个倒来倒去很麻烦 然后又耽误时间啊 所以呢 保障姐姐觉得这个专业的人才要赚这个专业的钱 所以宁愿花钱 省的麻烦 省的这个浪费这个时间啊 那么把所有的表格都填好以后 在父母入境的三个月之后 你才能提交这些资料和表格 那么在三个月 像我爸妈是这一次是七月份跟我一起入境的 那么也就是说他到十月份以后 他才可以去提交这个表格和支票 那么提交了这个表格支票以后呢 他还要去参加绿卡的一个体检 这个体检呢 就是到移民局专门指定的这些医生 你输入你家附近的邮编 你就可以找到附近做这些移民体检的这些医生啊 那么这里呢 就有很多坑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 每一家绿卡移民体检的医生收费是不一样的 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绿卡的种类打的需要你去打的疫苗也是不一样的 像我父母的话呢 他65岁以上 他只需要打两种疫苗 如果他出过水痘以后啊 他只需要打两种疫苗 一种呢 是Tdap 那么就是我们说的白日咳 白日破 那么还有一个呢 是肺炎的这两种疫苗 那像比方说 如果年纪轻的 他可能还要打什么乙干啊 还要打什么水痘啊 等等各种各样的疫苗 那么这个疫苗的话呢 如果你要来申请绿卡 我也建议你在国内把它打好 那毕竟比较便宜 因为这个疫苗是任何保险都不cover的 所以呢 来了以后必须要自费啊 一针疫苗还挺贵的 一两百两三百一些医生收啊 像肺炎 有些医生收两百八十块钱一针 有些医生收一百多块钱一针啊 像政府部门呢 收一百多块钱一针 但是我看有一些州说 这个疫苗政府是可以提供免费 但是我这两天做了一下攻略啊 在洛杉矶这个地方 目前我还没有找到任何免费的 可以去打这些疫苗的地方 所以也就是说你都要自费去打疫苗 那移民的体检的这些医生 他会帮你填那个表格 一般如果你都打完这些疫苗以后 他填个表格 他可能就收个一两百 那如果说你还要打疫苗 他根据每一种疫苗 不同的这个收费 有些收一共要收三四百 有些要收四五百 总之反正都是坑 你要多打一些电话 多问一下 多咨询一下 那整个帮父母申请绿卡的这个流程 和价格和步骤都在这个地方了 那我们这期节目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